大家好,这里是一厢的厨房 在这里将与大家分享健康美味的家常菜 还有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家乡美味 此辖留香的异国美食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家常凹鱼 家常凹鱼是我们家乡最普通的一道家常菜 凹鱼的做法适合于很多种鱼 这些都是我能在多伦多买到的 适合做熬鱼的鱼 这个是红鱼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华人超市买到的三芽鱼 这个鱼产自龟亚娜 它是很接近我们在天津吃的黄花鱼 首先我们将买回的鱼清洗干净 这个鱼是真空包装的 买回来它已经被清理得很干净 我们只需要清洗一下就好 洗净的鱼首先在鱼肉部分划几刀 这样做是为了让鱼肉更好的入味 还是放在板子上比较安全 就切成差不多这样的刀口就可以 准备好的鱼将它放置一旁控水 现在切一些凹鱼的佐料 葱姜蒜是必备的 在这里因为很少买到大葱 所以我一般都用洋葱代替 将洋葱蒜和姜切成片状 这个绿色的是小葱叶子 它的味道不是很浓 我将它切成段 鱼快熟的时候放入 一方面提味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点缀 再加上花椒大料 这就是准备好的佐料 下面准备酱汁 这里需要酱油 醋 白糖 料酒 还有一小勺盐 老抽只是为了让颜色更漂亮 可以不放 这是这些酱汁的用料 这个酱汁的调配比较关键 因为它决定了凹好鱼的味道 这个用量是根据我的口味调成的 一般情况下我做调味酱汁的时候 酱汁调好后我要尝一下 适合自己的口味就好 否则的话可以做一些调整 我喜欢将控好水的鱼 用干纸巾蘸一下 去除上面多余的水分 盘中准备一些面粉 将鱼反正面均匀地蘸上面粉 这时的面粉只需均匀地蘸上薄薄的一层 这样的话在煎鱼的时候 就不会有多余的面粉掉入油里面 这样也是为了去除鱼上面沾上的多余的面粉 现在都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做鱼了 锅中放入两大勺油 将粘好面粉的鱼放入锅中 煎一下 用不粘锅做这道菜 不需要用很多的油 鱼也会煎得两面金黄很漂亮 鱼煎得差不多了 将准备好的佐料放入锅内 再将准备好的酱汁和匀 倒入锅内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和鱼在一个平面就好 这时要开大火熬鱼 同时也收汁入味 这时我常想起记忆当中老人传下来的一句话 紧锅鱼慢锅肉 这是说熬鱼用大火 炖肉用小火 汁收得差不多了 放入切好的青葱段 一点紫洋葱做装饰 鱼熬好了 出锅装盘了 这就是我们家乡最普通的一道家常菜 熬鱼 我今天的配菜是小虾米炒青瓜 这是我自己蒸的窝窝头 正好做了芒果西米露 这就是我们的一顿正餐了 开饭了 先品尝一下这个凹鱼 味道浓郁 味道浓郁鲜咸可口 这个很像我们在天津时吃的黄花鱼 也是一样的蒜瓣肉 好吃哟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道美味的家常熬鱼 做法简单 我已将这道菜的配方放到后面 也放到下面的留言区内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咱们下次再聚异乡厨房 欣赏一下多伦多五月份盛开的丁香花 再见 再见